奥巴马总统宣布高达40亿美元的对印度投资与借贷寻求提升美印贸易关系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美军与亚洲国家互动增长迅猛可能成为日后的军事资源 纽约市长告诫市民不要低估这场暴风雪袭击 市政部门严阵以待准备清扫纽约街道 2015年1月27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LA卫视新闻 我是林森 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日本人质危机发生在首相安倍晋三 宣布出资2亿美元援助中东难民之后 伊斯兰国谴责日本加入欧美十字军 日本社会如何评价政府的中东政策 台湾陆委会发表最新的大陆情势报告 密切研究中国内部情势对台关系以及对外关系 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VLA卫视新闻 首先请安华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 安华 好的林森 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尔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 启程前往沙特阿拉伯 奥巴马在结束对新德里的三天访问之际说 美国可以成为印度的最好伙伴 他对参加市民大会的年轻人说 印度和美国不仅仅是天然伙伴 我相信美国可以成为印度的最好伙伴 另外呢 奥巴马在讲话中还触及到了性别平等和宗教自由问题 谴责了对妇女和宗教少数派的暴力犯罪现象 奥巴马总统正在率领的一个由三十人组成的代表团 前往沙特首都利亚德 对沙特国王阿布多拉上周去世表示哀悼 代表团成员包括县职官员 国会议员以及前任政府高官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印度访问的时候说 美印两国必须需要排除贸易和投资的障碍 进一步开发两国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下面来看VOA记者潘迪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在日本首相安倍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都曾经坐过的贵宾骑上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印度总理莫迪陪同下 观看了印度共和国日检阅仪式 成为第一位观看这个检阅仪式的美国总统 长达两个小时的仪式上 既有骆驼背上的骑兵队伍 也有凌空而过的战机 美印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当然也引起了中国的关注 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说 美印合作将保障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平等竞争环境 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 我们要和这个地区交往 我们将在这个地区与印度合作 我们享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 至于中国 我认为我们传递的信息是 这不是对中国的敌意态度 而是说这地区的两个大国 都承诺以遵守规则的方式行事 在检阅仪式后举行的两国领导人峰会上 如何使两国经济交往更顺畅 成为首要议题 奥巴马总统和莫迪总理 会晤了两国的一些企业主管 讨论影响两国贸易与投资关系的障碍 我们与印度的年贸易量 达到了大约1000亿美元 这比我刚上任时有了很大发展 但是我们与中国每年的贸易量 高达5600亿美元 这告诉我们 印度的发展潜力有多大 我们两国的贸易量 有多大的增长空间 奥巴马总统宣布 要扩大美印战略对话 以及向印度出口产品 向印度可再生能源市场 投资的新计划 莫迪总理承诺 为企业提供一个更友善 和开放的投资环境 这将有助于创新 保护你们的知识产权 这将使商业交往更加顺畅 建议双方最近宣布了 在民用核能源协议方面的僵局 有所突破 更多的美国能源企业 期待的正是这样一个商业环境 美国之音记者潘迪新德里报道 美国东部这个星期呢 遭到了暴风雪的侵袭 包括纽约和波士顿等大城市的交通 纷纷陷入瘫痪 并且呢有数千个航班被取消 详细来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这次席卷美国东部的暴风雪 被许多美国媒体称为是史上最强的一次暴风雪 最高阵风速度达每小时75英里 影响的范围超过5000万人 至少有七个州进入紧急状态 纽约市如临大敌 总共撒了至少25万吨的盐 出动超过1800辆铲血车 增加40%的救护车随时待命 以及加派500名的消防队员 而纽约市的地铁也在星期一晚上7点之后 开始限制服务 纽约市长白思豪下令 从晚上11点开始 全市的街道关闭 只准紧急车辆通行 我要一再警告大家 必须谨慎小心 这次暴风雪来袭 纽约将会面临各种状况 风雪来得快 来得凶猛 大家必须非常小心 待在家里不要出门 从今晚11点开始 纽约只有获得许可的紧急车辆 才能上路 如果有任何情况 马上打911 纽约全程上下高度戒备 纽约客看来倒是从容应对 现在4点 我要赶着去搭最后一班地铁 平安到家 并且确定有足够的备用粮食 把全身抱得紧紧的预寒 不过我想我们应该 能够平安地度过这场暴风雪 这两名来纽约观光的法国游客 则是觉得自己因祸得福 我们收到航空公司挤来的电子邮件 说我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所以我们就留在纽约看雪 还可以多玩三天 真是太棒了 不过纽约百老汇音乐剧 和卡内基音乐厅的表演全都暂停 NBA的球赛也延后举行 纽约市政府官员也警告民众 要注意倒塌的树木 以及可能的打停电 纽约州以及纽泽西州当局 都将这次的暴风雪严峻程度 以及采取的紧急措施 拿来与2012年的桑迪飓风相比 当时桑迪飓风造成200人死亡 并且导致当地断电长达一个月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 这个星期纷纷出访中国日本 还有韩国讨论伊朗以及朝鲜核问题 中国是谈判伊朗核问题的 联合国五常加一的成员 主管政治事务的次卿谢尔曼 今天抵达北京 计划和中国官员讨论 伊朗核问题在内的一连串的议题 在这同时 国务院主管朝鲜政策的特使金城 这个星期也和日韩官员举行会谈 国务院说朝鲜必须采取具体步骤 迈向非核化 下面我们来看 发言人莎琪怎么说 我们已经发布了简报 那里面有更多的细节 我们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 事实上下一步就看朝鲜的行动了 他们需要遵守国际义务 大家都知道 我们和六方会谈的合作伙伴 一直保持密切联系 但是朝鲜还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也没有要改变的征兆 好的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国际药文 欢迎回来 我们首先关注日本的人质危机 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说 日本政府昼夜24小时工作 设法营救人质 中山泰秀被派往约旦 负责营救被伊斯兰国扣押的日本人质 他星期二在安曼时对记者说 日本谈判人员在日本记者 后腾建二获释回国之前 不会放弃努力 他说希望后腾和被伊斯兰国 扣押的约旦飞行员能够回家 他没有透露营救人质的具体行动 扣押人质的伊斯兰国组织 要求释放被关押在约旦的 一名自杀炸弹袭击的策划者 以交换两名人质 日本遭遇人质危机 已经近一个星期 其中的一名人质 可能已经被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斩首 另一名人质的生死情况不明 我们联系美国之音 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 请小玉介绍最新的发展 小玉首先介绍一下 现在日本另外一名人质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和最新的发展 是的 林森 上个星期六 在网上公布的一份录像录音显示 刚才您也介绍了 这个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斩首了一名日本人质 那么这个组织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在释放另一名人质 后腾剑二的条件是 要求约旦释放一名恐怖分子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约旦政府是否能够同意这一条件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与约旦政府进行磋商 希望约旦政府提供合作 但是约旦政府是左右为难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约旦政府也正在设法 营救本国的一名飞行员 被伊斯兰国扣押的一名飞行员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首先为营救日本人质 释放恐怖分子 这势必遭到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 不过在两个小时前的 日本媒体的一个报道当中提出 日本政府透露 约旦政府终于同意 在争取营救本国的飞行员的同时 营救日本的人质 那么日本有分析认为 约旦政府可能是打算 要释放两名恐怖分子 来营救本国飞行员和日本人质 不过事态每分每秒都在变化当中 还不容乐观 林三 小玉刚才我们提到 在日本的人质危机发生之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是有一个中东之行 并且宣布要出资两亿美元援助中东难民 那么随后就发生了 伊斯兰国和日本的人质危机 伊斯兰国就谴责说 日本加入了欧美的十字军 那么日本社会是怎么看待 这一次日本的人质危机的 日本社会又是对 日本政府今后的中东政策 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的 林森 那么在发生人质危机以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多次表明 日本不会屈服于恐怖主义 今天星期二 他在国会答辩时 也再次重申了日本政府的这一立场 日本舆论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 是否能够营救日本人质的这个问题上 但是也有媒体开始关注 今后的日本中东外交问题 那么应该说主要有两种意见 就是支持日本政府的中东外交和反对意见 那么支持意见认为 日本的石油大部分是从中东进口 那么中东地区的和平 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利益 参加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 这是有利于日本国家利益的 是必须应该坚持下去的 但是也有一种意见认为 尽管日本强调 日本提供的援助是非军事的 是援助难民的 但是会遭到误解 特别是在历史上 中东各国与日本呢 也保持着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中东各国对日本抱有好感 在这种情况下呢 日本政府的中东外交呢 应该区别于欧美各国 更加注重伊斯兰的历史文化 提供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援助 比如如何解消 这个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这样的社会问题 最主要的是 不能够失去中东各国 对日本的信赖 Listen 好 谢谢小玉 这是美国之音 驻东京特约记者 小玉的连线报道 不要离开 稍后回来 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 台海两岸关系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 发表了一份大陆情势的最新报告 这份研究报告的内容 包括中国的内部情势 中国对台关系 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 接下来联系美国之音 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 请永泰来介绍最新的情况 永泰 台湾陆委会 是如何看待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的 好 那么事实上呢 台湾一直在关注中国内部的发展 因为台湾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中国内部出现不稳的情况 势必会影响到台湾的利益 那么这篇报道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政治方面的观察 指出了 那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18届 四中全会 那么宣誓要推进依法治国 那么虽然提出了一些改革 但是呢还是强调 这个党的领导 还有就是绝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 还有模式 那么报道认为说显示了 那么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呢 那么除了有这个淡化人质 独断的色彩的考虑之外呢 那么也要诉诸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威 来维护它这个现行的这个政治体制 还有统治的正常性 那么报道还提到了 那么近来呢 中国出现这个反腐败的这个高峰 那么除了这样是周永康 遭到开除党籍公布罪状 还有令计划呢 因为严重的这个危机 遭到免职调查 还有就是军方呢 也披露了 就是2014年总共有16名的这个军级以上干部呢 遭到查处 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么台湾方面都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反腐败的这个 查处的这个案件的情况呢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呢 是要这个从严治党 还有自我的这个核心 那么不过呢 这样的情况呢 对于这个该党的这个内部的一些 这个派系结构 还有权力的稳定呢 那么可能呢 会产生一些冲击 有什么影响 亭生 永泰我们再来说说 就是在这一份最新的 中国大陆的情势报告当中 对中国的对台关系 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观察 或者是分析 好的 那么台湾还是观察到 大陆方面还是重申了 像是九二共识 还有反台独 那么作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那么还有就是说 要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这个方针呢 是不会改变的啊 那么在两岸的这个高层互动方面呢 像是陆委会的主委王玉琪 还有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呢 他们在北京会面的时候呢 也达成共事啊 就是双方可以继续了来推进 就是彼此之间的一些经贸方面的谈判啊 那么还有就是说比较细节的问题 包括了像是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货帽的谈判 还有就是未来这个中国大陆旅客啊 来到台湾之后 是不是可以转机到第三地啊 那么这些问题呢 双方也进行了初步的这个谈商 那么此外就是说 这个报道还谈到啊 就是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啊 他在两岸关系杂志 发表的这个新春谈话里头啊 特别提出了要稳定发展 还有立民啊 那么立民就是对人民有利呢 来作为2015年 那么两岸关系的期许 台湾方面很关注就是说 到底这些期许是不是能够落实呢 是值得后续继续观察 勉奋 勇台我们再来说一说 中国的对外关系 外交关系的这样的政策 也是台湾方面是非常关注的 那么台湾最关切的是哪一方面 当然就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上面 是不是会影响到台湾的这一个深层和发展啊 那就是台湾方面有观察到 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总组级他上任之后啊 首度出访了南太平洋的国家 那么希望和这些国家来加强一些像是经贸 农业还有海洋能源等等的合作啊 展现这个中国大陆啊 对于南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战略的关注 那么台湾也观察到说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可能会牵制啊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 那么另外呢就是习近平主席啊 他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呢 双方见面的时候呢 有特别提到就是要推进这个大国的这个关系啊 新型大国关系 不过呢台湾也观察到就是双方两人啊 在这个亚太金河会的时候会面的时候啊 那么大陆方面对于这个美国是否可能介入了这个香港战中运动 还有就是美国呢对于这个大陆方面对于这个外籍记者的这个签证问题啊 这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延迟 就是比较从严来审查是有些不满的 那么台湾方面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凸显了 就是说这个美国还有中国呢 在政治互信上面呢是还是相当脆弱的 林森 好谢谢永泰 支持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 不要离开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更多的报道 我们不认识这些 如果他不认识的话 那是我的工作 不要在另外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而非俩能够 美国陆军的一名高级官员说 美军与亚洲国家的互动不断的增强 互动带来互信 并能成为日后的军事资源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 美军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军事互动 正迅猛增多增强 隶属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野战军第一军团 已经将主要使命 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转向了亚洲 军团指挥官三星中将史蒂芬·兰扎 用指数倍增来描述去年他的部队 与亚太国家军队之间接触和军事互动的增多 他1月23号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 这些互动为强化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驻军 具有深远意义 在太平洋地区 人际间的这些关系 不仅能建立我们军队之间的互信 更重要的是建立我们国家之间的互信 这也有助于我们将来利用那里的军事设施 作为与亚太地区国家互动策略的一部分 美国陆军去年首次启动了 太平洋通道军事伙伴计划 今年展开的该计划第二期任务 将包括美军与韩国 泰国和菲律宾军队之间的互动 中国曾批评美国与亚太国家加强军事互动 称这些互动怂恿了一些亚洲邻国 挑战中国的领海主权 美军的太平洋通道计划 目前不包括与中国军队的互动 但是通过其他方式 美中两军交流去年乘风破浪 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就 预计今年还会相当频繁 新年一时 两国军人上星期刚刚在中国海口市 完成了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 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 也在同期访问了北京 野战军第一军团指挥官蓝扎将军说 美中两军关系的发展 基于两国在多个领域拥有共同利益 包括人道援助和减灾 全球公共领域的利用和气候变化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关注一则来自台湾的消息 过去25年来 台湾的人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 每年的农历新年前都会组织 韩世尾牙的午餐聚会 今年预计全台湾将有3万5千人 通过这个非政府组织 享受到节日的温暖 2月12日的午餐中将包括龙虾 每位出席者还将得到一个 500元新台币的红包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报道 周一下午台北市万华区的一处操场上 聚集起数以千计的民众 他们在仁安基金会的横幅和小桌前排起了长队 好 那我们一个一个往前进好不好 这些来自不同群体的人 在台湾都拥有相当柔和的称谓 比如流落街头的人叫街友 街友真的是大家都不愿意去接触 当初是连社会政府都不愿意去管的一个族群 我们才觉得说他是需要去努力的 需要去争取就是服务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才开始来照顾他们这一群人 然后当初才成立了仁安 那这个活动已经第25年了 眼下离农历新年已经不远 住在新族 台湾习惯称年前的餐序活动为尾牙 仁安基金会今年的尾牙安排在2月12号 大家排队领取的是一张尾牙的邀请单 其实很多街友已经不用再次排队 比如说街友的话 我们已经在上个礼拜 从三重 新庄 万华 台北车站去做夜访 然后那些流落街头的人 他就是睡在路边 这一定是我们第一服务的对象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发了一波睡在路边的人 那就麻烦你再帮我们拿一招就要 好不好 人安基金会成立之初 专注于服务街友 最近这些年逐渐增加慈善对象 大概五年前开始变成韩式吃饱三食 那韩式就是所谓的清韩人士的哑称 那我们现在拓展就是包含街友 社会边缘人 还有一些清韩的单亲妈妈 单亲家庭 还有独居长辈 我们都在我们的服务范围里面 排队的人当中有不少参加过往年的活动 蛮好的 很冷 鸡汤 油饭 龙虾 龙虾都有 尾牙的标准为每人350台币 大约相当于70元人民币 此外每人还能领到500台币的压岁钱 这些资金绝大部分都由基金会 从小额捐赠者那里一点一点筹集而来 很多单亲妈妈听我们说 阿姨今年可不可以再拿到红包 因为他们很多孩子人生的第一个红包 是我们人安基金会发给他的 人安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 已经是台湾社会的有机构成元素 他们在政府功能无法充分发挥的空间里 扮演着重要角色 简先生已经连续20年参加这个尾牙 经过简单的资格认证后 周一当天有2000多人领到了邀请 今年的尾牙仅台北一地就有2000桌 服务2万人 全台湾16处地方总共有3万5000人 享受到节日的温暖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我是黄耀义 您正在收看BOA卫视 美国之音BOA卫视星期一到星期四 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 时事大家谈 接下来我邀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黄耀义 来介绍我们下个小时的话题 耀义 林森您好 今天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反腐日 我们两个话题跟反腐都有关系 第一个话题是这个 我们看到所谓的反腐第二战场 也就是所谓的国企跟央企 现在的反腐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从以前的这个之前去年 我们看到很多能源业石油业的一些的高官 纷纷落马到今年 其他的财经业的也受到这个反腐的关注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话题讨论 就是在这个国企央企的反腐的努力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是这个文艺界 书法界还有演艺圈的一个反腐现象 也许我们知道这个赵本山最近这个消息不断 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书法的官员也被点名 甚至连向周杰伦去结个婚 都被批评是这个揪四风奢华浪费 所以说呢 演艺圈好像也受到了波及 所以我们第二个话题讨论的是 这个反腐在演艺圈 在文艺界的一个努力 好 谢谢耀意的介绍 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 美国之音VVV视 收看下个小时的时事大家的节目 美国之音电视 广播 网络 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 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你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好 关注一组国际新闻 对于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东部进行干涉 美国与西方的盟国表示关切 美国军方官员说 穆斯科对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令人忧虑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 从五角大楼发回的报道 在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 当地居民在清扫散落满地的玻璃 这让人们想起几天之前的暴力 至于谁应该对蔓延到东乌克兰各地的战斗负责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说西方应该负责 是外籍军团 在这件事情上是北约外籍军团 他们在那里不是为了乌克兰的国家利益 他们的目的完全不同 目的是在地缘政治上围堵俄罗斯 在布鲁塞尔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立即予以驳斥 说乌克兰有北约的军团是一派胡言 没有北约军团 在乌克兰的外国军队是俄罗斯人 北约和美国指责俄罗斯向乌克兰运输先进武器 包括火箭系统 坦克 重型火炮 电子战系统 来支持分离主义分子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俄罗一组说 俄罗斯不知羞耻的输入人员和装备 就是为了让乌克兰动荡不安 不过美国目前的反应可能只是更多的经济制裁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说 我们有更多办法 我今天不一一列举了 但我们的办法还很多 杰克卢说 已经对俄罗斯实行了某些最复杂的制裁 使俄罗斯经济受到重大打击 但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莫菲说 光制裁是不够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一些先进的防御武器 他们现在具备使用这些武器的能力 我希望这是我们未来几个星期 几个月将要讨论的议题之一 虽然美国派遣训练人员与俄罗斯军队合作 并向乌克兰提供物资 但是乌克兰要求提供杀伤性武器却置之不理 美国之音塞尔丁无教大楼报道 一架希腊战斗机星期一在训练演习期间坠毁 造成10人死亡 当局说希腊的一架F-16战斗机 从马德里附近的诺斯亚诺斯北约基地起飞时 坠毁在地面机群里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告诉西班牙电视台 有8名法国人和2名希腊人遇难 还有21名北约人员受伤 其中包括法国人和意大利人 希腊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现年40岁的齐普拉斯 星期一宣誓就职 齐普拉斯表示 他将结束开支削减计划 恢复希腊的尊严 这个变化震动了整个欧洲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 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这是欧洲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 齐普拉斯的左翼联盟党 以结束紧缩政策的承诺当选 希腊拉斯保证将重新谈判 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680亿美元救助计划的条件 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 迪米特拉科普洛斯认为 希腊拉斯有可能成功 欧盟各机构和其他成员国意识到 希腊实施的计划没有产生 他们希望看到的效果 因此必须做出一些改变 我认为这就是谈判的共同基础 泽义联盟离绝对多数只有一步之遥 于是跟立场极右的独立希腊人党结成了联盟 迪米特拉科普洛斯说这两个党不大像是合作伙伴 两党都反对紧缩政策 这种粘合剂可能是强力的 但我们不确定它的粘合力是否足够强 因为希腊面临许多问题 需要在内部问题上取得广泛的共识 在被问及希腊要求重新谈判的问题时 欧洲委员会主席荣克以外交辞令回答说 我们有我们的规则 我们的规则是与希腊当局一起制定的 我们要看一看新的希腊政府将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德国被认为是紧缩政策的推手 德国官员曾经表示 希腊脱离欧元区可能更好 但设在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研究员奥登达尔说 这是做给德国公众看的一种姿态 莫克尔是一位非常谨慎的政治家 在考虑希腊脱离欧元区的时候 他一定要确定这不会对欧元区 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 我很难想象他能够确认这一点 因此我不认为德国政界人士会积极地推动 希腊脱离欧元区 伦敦大学的迪米特拉科普洛斯也认为 希腊脱离欧元区对雅典和布鲁塞尔来说 代价都太大 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希腊脱离欧元区不仅涉及希腊 德国 法国等国家也很担心 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将会是 下一个脱离欧元区的是哪个国家 这个问题回想在欧洲各国首都 西班牙也接受了救助 今年也面临选举 反对紧缩政策的西班牙公民政党 对希腊选举结果表示欢迎 我们认为希腊左翼联盟党的胜利说明 紧缩政策失败了 欧盟领导人现在面临与雅典的艰难谈判 分析人士说 如果做太多让步 其他负债的欧洲国家 就会紧固希腊的后尘 但强迫希腊遵守救助条件 又可能推动雅典脱离欧元区 而这可能是砍项 将欧盟各国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关键纽带的第一刀 美国之音记者李德威尔 伦敦报道 五角大龙说 库尔德战斗人员 已经控制了叙利亚城市 科巴尼的大约90% 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未能实现其战略目标之一 美国中央指挥部领导打击 伊斯兰国组织国际联盟 对库尔德战斗人员表示祝贺 美国中央指挥部说 库尔德人作战坚定勇敢 夺取了科巴尼 使伊斯兰国遭到挫败 英国外交界对英国高级外交官 施威尔本月访问香港期间 遭到香港特首梁振英 和港府二号人物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拒绝接见 感到气愤 施威尔是英国政府 负责中国大陆和香港事务的 最高级别的官员 他在抵达香港前 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 据报道 施威尔此行的目的是 讨论香港的政改 在美国总统把马重申 持续在野门的反恐努力之后 美国对野门激进分子 发动第一轮无人机袭击 下面来看美国之音 驻白宫记者雷露斯 发来的报道 就在四个月前 奥巴马总统宣布 美国在野门的反恐行动 取得成功 消灭威胁美国的恐怖分子 支持我们在前线的盟友 这是多年来 我们在野门和索马里 取得成功的战略 在野门总统哈迪的允许下 美国通过无人机空袭 在阿拉伯半岛 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动 取得部分胜利 但是随着哈迪被软禁 丧失执政权力 野门首都被反美的 什叶派胡塞武装分子掌控 美国在野门的反恐战略 充满不确定性 这个星期 奥巴马总统在印度重申 反恐行动将持续进行 我看到部分媒体报道说 我们的反恐行动暂停 那是不准确的 我们持续在野门 打击恐怖分子目标 我们将继续对敌人施加压力 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 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 发动巴黎恐怖袭击后 打击该组织的必要性 变得更加迫切 但奥巴马总统说 他不认为该组织 对美国生存构成威胁 奥巴马已经表明 不会派部队进入野门 不过野门的动乱 让奥巴马政府相当头疼 依照奥巴马总统的说法 美国必须修正战略 但不能太过简略 我们会继续修正调整战略 但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战略模式 因为替代方案将是大规模出兵 这将造成一些冲击 甚至可能制造更多的麻烦 尽管胡塞武装 并不亲美 但他们与华盛顿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也反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不管胡塞武装如何 尽管他们与伊朗有牵连 但并不是伊朗的委托人 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 这个逊尼派极端组织 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胡塞武装也在试图对抗他们 尽管拥有共同敌人 但这是否足以让美国 与胡塞武装维持合作 还有待观察 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世界媒体峰会首届全球新闻奖 1月27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颁奖 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类似的颁奖仪式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洛杉矶时报 CNN等美国主流媒体 均无作品获奖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回的报道 由新华社主办的世界媒体峰会 首届全球新闻奖 1月27日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 举行颁奖典礼 首届全球新闻奖设置了媒体创新奖 新媒体报道奖 发展中国家优秀新闻团队奖 和发展中国家优秀新闻从业人员奖 虽然这些奖项对全球所有媒体开放 但没有一家中国媒体获奖 新华社社长蔡明兆 在致辞中笑称希望新华社今后有所斩获 我还特别期待在下一次的评奖中 能够有新华社会融合报道出现在获奖 频发暴力血腥事件的报道 获得了媒体创新奖 这次由新华社主办的全球新闻奖获奖作品题材 大多为非事件性新闻 如发展中国家教育 妇女权益 印度水资源匮乏 美国社会药物滥用等等 没有涉及2014年重大国际新闻突发性热点事件 也没有涉及中国的深度报道 这次由中国举办的全球新闻奖 由于是首次举行 因而没有引发普利策奖那样 媒体争相报道的盛况 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董光 北京报道 石油价格连续几个月下跌 美国一些地区的钻探作业放缓 其中包括德克萨斯州 近年来横跨中南地区的 伊格夫德地下页岩油的开采 大大提高了德州的能源生产 虽然油价下跌引发忧虑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影响到那里的繁荣景象 来看报道 德州南部一度平静的农村地区 交通现在忙碌起来 由于伊格夫德正在进行油业岩钻探 像肯尼迪这样的镇子兴旺了起来 那里开设了许多酒吧 餐馆和购物中心 帕纳马利亚是19世纪中期波兰移民设立的市镇 居民马克米卡用石油公司在他的土地上攥井而给他的补偿 造了一栋新屋 他说 我的日子好极了 很多人的日子都好极了 如今县里有很多的百万富翁 但是持续下跌的油价 使很多新项目的开发速度降了下来 海伦·赫尔南德斯负责受理卡纳斯县的工程许可申请 他说 他们预测今年将钻探多少口井 已经将数字减半 这让石油工人特拉维斯·杰克逊感到忧虑 对别人来说 现在的油价真是太好了 我知道我爸爸就为此感到高兴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这意味着没有活干 没有收入 有的公司开始解雇工人 但是经营成本较低的公司依然运行 卡扎斯基·罗纳德·托马斯说 他没见到自己干活公司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我很幸运 仍然有工作 收入也不错 我们这儿挺忙 我的情况很稳定 奥马尔·加西亚是南德州能源和经济 圆桌会议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这是一个代表伊格福德页油盐地区企业的机构 他说 这些公司不会放弃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将会继续的开采 继续在南德州的事业 至于生产规模嘛 这将取决于今年的油价如何 加西亚还表示 伊格福德地区的能源开发是近年的事情 当地民众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价格下跌 他说 这是本地区第一次应对油价问题 全国其他地区 德州其他地区 以前也见过这样的情况 他说这一地区的油业岩大发展前 二十年里经济没有任何起色 仅去年一年就产生了八百七十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支撑了十五万个就业机会 石油公司官员期待原油价格夏天能够稳定下来 当地业主和县里的官员都希望他们是正确的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提及法国查理周刊的恐怖分子说 这家杂志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冒犯了他们 美国之音宗教事务记者索克罗夫斯基 访问了华盛顿的一家艺术博物馆 并发现描绘宗教形象时的敏感问题 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来看报道 但屠杀事件再次凸显 在艺术禁忌方面 西方的看法并不总是和世界其他地方相同 非穆斯林也许有些难以理解 穆斯林在他们的先知 穆罕默德问题上的敏感 但是这家博物馆却因为有关欧洲艺术 如何描述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展览而受到批评 在这次展览中 国家妇女艺术博物馆 本希望展示艺术大师们是如何把圣母玛利亚人性化的 不过有人批评说 博物馆没有把那些不那么恭敬的 现代艺术家的作品纳入展览 馆长苏珊·费舍尔·斯特林说 人们对艺术中的宗教元素很敏感 我相信不管是童真女玛利亚还是其他宗教人物 都会带来情绪化的反应 我觉得当你谈论那些深深刻入人们的心灵 希望把它升华到更高层次的事物时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玛利·布纳德修女欣赏着一件名为圣母与圣鹰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 她是圣母无颠圣心之奴修会成员 谁能说他们来这里不是出于神意呢 我们开车碰巧路过这里 是去参加支持生命 反对堕胎运动的 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博物馆这边有圣母画像 画上说见见玛利亚 所以我们必须来啊 玛利·布纳德修女相信 其他的艺术馆展示这幅20世纪末的绘画是错误的 这幅画由大象的粪便和粗俗图案组成 如果允许公开展出这样的作品 那太可怕了 多少世纪以来 艺术家们一直在努力把它描绘得如此的美丽 就像这里的展品一样 对这些修女来说 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圣母玛利亚 用多么崇高的方式来描绘它都不算过分 美国之音索克洛夫斯基 华盛顿报道 福布斯杂志将哥鲁基亚的葡萄酒 列为2015年开喝的 九大最佳的葡萄酒及烈酒之一 这份排行榜还包括了几种精致的烈酒和其他的葡萄酒 哥鲁基亚酒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深受好评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亚凯在华盛顿的报道 哥鲁基亚的葡萄酒酿酒师们在俄罗斯2006年实施贸易禁运后就开始积极开拓新市场 当时哥鲁基亚生产的葡萄酒将近80%遭禁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俄罗斯在惩罚立场亲西方的哥鲁基亚 如今禁运已被取消 不过那项在十几年前几乎撼动了国家经济的制裁 推动哥鲁基亚的酿酒师跟西方建立了伙伴关系 目前哥鲁基亚葡萄酒销往42个国家 过去两年来出口增加了250% 如今福布斯杂志把哥鲁基亚葡萄酒列入2015年开喝的 九大最佳葡萄酒与烈酒 酒类鉴上作者爱丽丝费林力挺自然酿造的葡萄酒 他认为哥鲁基亚将成为自然葡萄酒世界的一大主力 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直在这样酿酒 可能持续了八千年 传统派用陶罐酿造葡萄酒 这些陶土器具要埋在地下 从不挖出来可以一直埋几百年 事实上 哥鲁基亚传统的陶罐酿酒法 最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不过在美国首都 人们能喝到哥鲁基亚酒吗 白鱼酒 这种酒好评如潮 丹尼尔贝奈特是华盛顿市酒品店13匹的经理 这家小店出售大约30种格鲁基亚葡萄酒 两年前 他的小店每月只卖出一两箱格鲁基亚酒 如今每月能卖掉20箱甚至更多 贝奈特觉得 美国人喜欢格鲁基亚酒的原因 还不仅仅在于物美价廉 还因为它们的种类丰富 与这座多元文化城市的多元食品相得益彰 华盛顿人如今在多数酒品商店 都能看到格鲁基亚红白葡萄酒 甚至在全食连锁超市也能买到 罗斯普罗维特是新开张的餐厅 玫瑰罗盘的共同业主 他说格鲁基亚酒在他的餐厅销量也很好 红葡萄酒或白葡萄酒取决于季节 现在萨博威卖得特别火爆 天冷的时候红葡萄酒受欢迎 不过到了夏天 销量更好的是次南达利 巴格拉蒂欧尼都是白葡萄酒或起泡酒 罗斯的国际菜单上最受欢迎的 包括富含奶酪的起司饼 哈恰普里 格鲁基亚在英语里 与乔治亚是同一个词 玫瑰罗盘吧台调酒师 杰克·卡米诺斯 描述了顾客首次尝到格鲁基亚酒时的反应 第一个问题是 这是乔治亚州的酒 他们完全不知道格鲁基亚这个国家还生产葡萄酒 他们了解到 有些最久远的葡萄酒生产的考古证据 就在格鲁基亚时 真的非常兴奋 他们品尝之后 一般都会迷上它 爱丽丝费林写完她的新书之后 美国人就会对格鲁基亚葡萄酒有更多的了解 这位作者说 这部书谈的不仅仅是格鲁基亚的葡萄酒 更重要的是 格鲁基亚人对他们的葡萄和葡萄藤的牵挂 他说 这种牵挂深深地融入了他们的文化之中 超出了世界任何地方 美国之音玛雅凯华盛顿报道 绘画和音乐都是史明斯尼国家动物园项目的一部分 目的就是让这些小动物保持幸福感 美国之音记者苏军采访了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 记录下这些动物艺术家的作品 弗朗索瓦两年前就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这头长毛熊能够使用呼吸进行独特的绘画创作 他的饲养员史黛西泰贝莱欧说 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奇怪 其实是长毛熊的正常行为 他们的肺非常大 一呼一吸就能释放出大量的空气 我们利用的就是呼气的这个动作 我们将在一条管子里放上颜料 然后让长毛熊向管子里呼气 所有的颜料就会被喷到画布上 创作出非常棒的作品 国家动物园里的动物艺术家多种多样 他们运用各种各样的技法 使用无毒的水质颜料来创作作品 很多动物用他们的掌和转 诸如猩猩这样的原类拿起画笔和其他工具 仔细选择作画的颜料颜色 小哺鲁动物饲养员肯顿·克恩斯说 但是跟人类一样 不是每一种动物都喜欢画画 是否要作画是他们的选择 如果我们看到一只动物非常不想参与作画 那我们会马上停止 我们会选择其他动物 给他们机会看看他们是否喜爱这个活动 泰贝莱欧说 24岁的弗朗索瓦 特别喜欢表达他内在的艺术天分 当我把画画的工具架起 他就会走过来坐在画板旁边 等着我们开始画画 他每次都这么做 我还注意到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会看着颜料从管子里喷出来 然后落到画布上 音乐也是这个艺术项目的一部分 泰贝莱欧是动物园训练委员会的一员 他表示促进体力与智力的训练 是对动物日常照顾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泰贝莱欧拥有从平板电脑到玩具在内的各种工具 科恩斯说 这个项目也会带来其他的好处 饲养员和动物的任何交流 都能增进他们之间的纽带 我们也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建立更强的纽带 动物们创作的佳作特别受到游客的喜爱 他们一般会在动物园筹款活动中出售 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 在纽约每天都有数百万的纽约人和游客 乘坐纽约地铁和通勤列车 一路上他们能够看到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公共艺术 收藏之一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微佛的报道 纽约的地铁和火车站遍布着250多个作品 使纽约获得地下艺术馆之称 布置这些作品是为了让乘车穿梭于城市的每一个人都能赏心悦目 大中央火车站的穹顶是一幅绘制于一个世纪前的巨大的星空壁画 旁边的大中央市场有一盏树形吊灯 艺术家既包括新人也有大腕 比如罗伊利希腾斯坦在时代广场地铁站 创作了具有流行艺术风格的唐瓷壁画 索尔勒维特在哥伦布环站创作了名为弯曲和旋转的色彩鲜艳的画作 纽约大都会交通局的艺术项目始于1985年 事实上这个项目很早就开始了 地铁1904年开始运行的时候 就留了一部分资金用来打造系统内部的特别装潢 让这里成为人们都想要使用的特别的地方 30年来 艺术家们的任务是创作和城市生活或地铁站周边环境有关的作品 在靠近大西洋的几个地铁站 画作是海滩景色 在布鲁克林的地铁站 作品是有关本地植物和花草的花园风景 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旁边的地铁站 由具有化石质感的铜牌相亲而成的野生动植物马赛克 迎接着道战的人们 雕塑家汤姆·奥特尼斯制作的小型球状生物雕塑 妙趣恒生 在时代广场站 简迪克森创作的题为狂欢者的马赛克作品 让人联想到庆祝新年除夕的人们 我很累的时候就会看看地铁艺术 我喜欢色彩 我住的地方有一幅马赛克 上面是一男一女 好像半幅在水面上 非常好看 到处都有艺术真的很好 不远处 来自哥伦比亚的游客 亚历山德拉·阿古斯塔 驻足在一幅玻璃马赛克壁画前拍照 我认为当走在这种昏暗的地铁空间里的时候 有东西吸你的眼球 感觉很好 在市中心最新投入使用的 富尔顿中心地铁枢纽站 市交管局最新的艺术作品 是一个大型的天空反射镜 由詹姆斯·卡彭特 格雷姆肖建筑事务所 和奥亚纳工程公司设计创作 他们一起创作了 这个将光线带入地铁站的艺术作品 正如詹姆斯·卡彭特所说 天空反射镜将天空投射到下面的枢纽站 投射到在车站中穿梭的人们身上 甚至在冬季那些灰蒙蒙的日子里 这些反射镜也能给感到 疲惫乏味的旅客带来活力 VOA卫视 韦福 纽约报道 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中文节目 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 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 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 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VOA卫视 亚太5号位于东京138度上空 其他具体安装参数 您可以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 请注意 卫星天线的高频头 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LMB的激化方式 是水平激化 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 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 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 对于亚太5号卫星KU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 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 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 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 稳震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 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 符号率是每秒2.5兆赫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 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 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 信号强度 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 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 按键确认后 您就可以收看 美国之音BA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 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美语节目时间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白杰 带来了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再看看 怎么用美语聊 让你开心的事 My pleas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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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荣幸 Hey, thanks so much for helping me with my project 谢谢你帮我完成我的项目 It's my pleasure I'm glad we got a chance to work together 是我的荣幸 我很高兴我们有机会合作 Deligh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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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 You were a big help I got a lot done while we worked together 你这是帮了我不少忙 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我完成了好多事 I was delighted to help Don't mention it 我很高兴能帮忙 别客气 Make my 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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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很开心 It just makes my day When a great friend offers to help me out Thanks so much 但有好朋友愿意帮助我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Hi,谢谢你了 好,听评论告诉我 What makes your day OK,拜拜 好了,以上就是美国之音VA卫视 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不要忘记中国时间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收看 美国之音VA卫视 我是林森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不过不要离开 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 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纽约 时代广场去看一下雪景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